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 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下午开始 复习一下 早来的同学 看看前天晚上的 星期四晚上的内容 大家还记得多少 第一组 第一个Subterranean 首先这个TER这个词 跟土地有关 我们就叫做Territory 想想领土这个单词 把词根先记下来 这是地下的 这词根要能记住这句很好记 咱们说那个地中海 是地中间的 Mediterranean 是吧 跟土地有关 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Terrestrial 表示这个叫陆地栖息的 地球的 那地球以外 ET就是它 我们说ET 表示叫做外星的 外星人 Territory是什么样的土地 看比赛的土地 叫做看台 看台 然后下一个是Terrain Rain 下过雨后的土地 这叫什么 这叫地史 Inter和Disinter 埋葬和挖掘 等于我们之前学过的那两个 Inhum和谁 和Exume Inhum和Exume 比方说它俩 第二组是Portable 叫做Drinkable 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好 下边 下一组 Congested 看这图片都明白 The road was congested with vehicles 车上挤满了 路上挤满了 这些路挤满了 汽车 车辆 拥堵 阻塞 叫Congestion 注意它的名词形式 注意它的名词 Congestion 用法呢 是叫With Be congested with Indigestion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叫做 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 Ingest 往里带 Carry的意思 叫做 摄取Intake 摄取吸收 Gestation 表示的意思叫做 带来一个计划 带来一个生命 Gestate 叫Conceive Conceive a baby 怀孕 然后这两个是一家的 一个是做手势 说手势 打手势 一个是名词手势 过度拥挤 Overcrowded Overcrowd 好 这边第一个Evoke 往外喊出来的是 唤起唤醒 引起 喊到一起是召集 往回喊 喊回来叫做 收回取消 收回取消 不可取消 不能撤消 不能取消的 模棱两可的 Equivocal 因为我们所说叫做 Ambiguous Ambiguity Ambiguous Invoke 叫做恳求 Provoke Provoke叫做 激怒激起 吵闹 吵闹的 吵杂的 Feel和Trigger 叫做引起 引起导致 这边第一个词 Fall和Wade 福特车 叫做什么 汤水 在水里走 涉水 Wade 韦德 还是表示的意思 叫做 涉水 在水里走 Pro Prone Prostrate 俯卧的会叫 意语怎么怎么样 倾向于做某事 Be prone to Be disposed to Be liable to Be apt to 都一样 倾向于做某事 意语做 倾向于做某事 Janitor 清洁工 和看门人 两个意思都有 Janitor Doorman Cleaner 下一个单词 叫做 这个Devolve 这个人把所有东西 给这些人 这样往下转 转给下面人 对不对 转给下面的人 叫做 下放 对不对 传给 能力上 力量 权力上的 这种下放 传给谁 往下给转 Delegate Convoluted 转到了一起 Ware Ware这个词根 是个学生有关 转到一起东西 就是盘绕缠绕的 或者我们叫做复杂 第二个意思是重点 Complicated Revolved Revolution 就是革命 那叫反叛 能够转动 一个人嘴巴不停转 Volue 我们之前讲到了 就是我们所想 什么叫做这个 画很多的 Garulous 下一个 早早不觉得 Convoluted 盘绕 旋绕 下一个词旋转 再次 Ware 再次转 就是旋转 旋转的意思 躲之 叫躲避 躲开它 躲之 上 闪开 就是闪开 叫做 故意的避开 It's true 表示的意思叫做 去外面 这还是叫做 避开 规避 规避 Certainment 一个是机制的躲开 机制的规避 Encounter 是遭遇 一个是躲开 一个是遇上 这好反应词 好 这边第一个 Feasible 叫可行的 Unviable 还是可行 Practible 都是能够实践 一样的 都是能做 Fleas 和Swindow 是俩同一词 骗完前 就逃离 Flea 骗完钱就跑的 骗完钱会越来越少 每次被骗 叫做 Swindow 和Dwindow 这两个 这个表示 骗钱 骗钱 会用这个词 我们叫 Swindler 就是骗子 榨取钱财 敲出杠 Glossy 叫光泽的 光泽的 像玻璃一样 像闪光一样 这边 Sl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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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Sleek 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叫做 第一个 跟滑有关 所以也叫做滑溜的 东西很滑 第二个还表示叫圆滑 一个人油嘴滑舌 把这个词写在旁边 onctuous 这个词也不是特别好记 读一读它 onctuous 形容一个人 这是留学里面考过的一个词汇 也表示叫做一个人很怎么样 圆滑 很圆滑的形容一个人 这个单词 onctuous 这个前半部 你看这个词子里 它写的是oin 这个oil 指的是跟油有关 那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咱们之前背过的一个词 大家还记得吗 叫做 ointment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咱们昨天给大家看了那个图片吧 就是油膏嘛 它是跟油有关 onctuous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你就通过输出去记也行 onctuous uncle 这个是考留学的 咬斯和托福 可以背一背 专八的当然你更需要背一背了 叫做onctuous uncle 前半部分油嘴滑舌的叔叔 油滑的 油滑的 圆滑的 ointment 也是这个意思 跟油有关 shiny 还是有光泽 这个词形容人的 这个滑 叫滑 要记住一下 onctuous 好 这边第一个 garment叫做成衣衣服 你看穿倒垃圾的garbage 那些清洁工们穿的 这边都是制服 特定目的 特定工作 特定一个事情穿的衣服 制服 prison garb 就是我们说求服 garniche和garge 这俩很像 都是跟装饰有关 这个词根 第一个就是菜肴的装饰 那这是装饰过劲的 就叫什么叫做 那我们所叫做 这个 showy and tasteless 俗艳俗立的 俗立俗艳 下面这几个都是跟服装有关 第一个apparel 就是盛装 attire costume 还都是跟服装相关 vogue 是上 第一个 weak periweak 假发 女用的假发 男用的假发 突配 秃子 需要配的 秃子要配的 这样的头发 to pay 好 里面第一个 kit 只是运动装备 可以用它 第一个意思 这个文章当中 给的是运动装备 第二个 还可以表示 就是整套 一套的 a set of tools 成套的这种工具箱 一套工具 这个我们叫做 叫做kit outfit 也是个意思 特定的服装 或者我们叫 成套的工具 这俩作为同一词 读一下kit 和outfit gizmo和gadget 这里面都是小玩意儿 小工具 小装具 小玩意儿 读一下gizmo gizmo gadget 那做题是能做到 就是我们说device 这种小工具和设备 能做一个经济词 知道一下 就是什么螺丝刀 那种板子起子 那东西 好 这边这两个单子 给大家昨天说了 这两个广告 大家看一下 tiger 虎牌高 tiger bomb 写就是它 这以后我上课 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 接接广告之类的 下一个bomb bomb这个也是表示 bomb也表示的意思 叫做往手掌摸手掌去记一记 摸高要相高 那重点其实是 它的形容词 叫做什么 叫做温和 温和的 这个意思比较棒了 chave 看这个图片 就能想起来 就是擦疼 擦热擦疼 这个磨得很热 这个chave 前面影子 其实卡路里 这个词 就是热量 擦热擦疼 abrade abrasion abrasive 这个脑子里想谁 你得想这个raise 这个词根 想想eraser 橡皮擦的擦 这个词根是什么 有关 是跟摩擦有关 所以这个ab表加强 还是摩擦摩损 东西的摩擦摩损 我们叫做 这个oprade operation aprasive 这边comodious 还有我们说叫 spacious 宽敞的 宽敞的 saunter straw amble ramble 在花里面走 这叫做 相间漫步 它都是漫步 那边 ramble 很强的 在相间的 丙间的 这种漫步 straw 还是漫步 saunter 也是 饭后 溜的 好这边 peace 狭窄的道路 有精华 还记得吗 narrow path 想像这个 这是marrow 骨髓 精髓 peace 这个peace 后面还会再有一次 还会再遇到一次 但是后面遇到 是它形容词 狭窄的道路 有精髓 不要忘了 narrow path 这是marrow peace 还有essence 就是essential的名词 那我们对于数字麻木 数字麻木 一边肢体上的麻木 和情感上的麻木 都行 我不爱你 也不恨你 这麻木 这几个词看 木熬毛 是不是要想想到了吗 mote 脱毛 呆呆的dow 是傻瓜 博尔特 是急逃 拔腿就跑 赶快跑 cote 喊叫的小马 小马什么特点 叫做不积难管 不积的难管的 旅行有颠波 jolt jolt joggle也是 轻微的颠波 要话 joggle jolt impare 不能修理的 这叫怎么叫做 毁坏 破坏 损毁 伤害 破坏都行 Mondar人 vandalism 表示的意思叫做 那个破坏公物的人 破坏公物的行为 vandal是名词 比较人 dent 也是通过牙齿去想想 那掉一个尘 这上面有一个坑 也叫做减少 损害 也是一个负向词 当你看到这个词 作为动词来讲的时候 加ed 加ng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就是表了一点 英词 word weird eccentric wacky 还有我们叫做 unearthly 都强调是这种反常 古怪反常的 unearthly 地球上没有的 也是这种超自然异常的 below tsunami 也能把东西都卷在下面的 对不对 能够把所有东西 below 和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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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巨浪 huge huge tsunami 就是海啸 海啸 怎么样 昨天呢 前天呢 怎么样 回去有看吗 ok的 ok就行 好了 还有五分钟 咱们再跟小马哥 交流交流感情 五分钟之后 咱们回来 哎呦 这家还有霍思燕 这全明星的咱们办的 易烊千玺 霍思燕 对吧 还有朱一龙 还有好几个 好像是还是什么 还是王一博啥的 是吧 黎明 全有啊 好 来看一下 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问题 哎呦 确实要陈奕迅 我的天 咱们全明星 可爱啊 挺好的 来 大家有一同学 可能四六级班的同学 说今天有磨考 那磨考 看看磨的怎么样 明天咱们到时候 也有讲评 加加油 加加油了 所有的考试 其实马上都集中在下个月了 所以我 为什么跟大家去讲 这个词汇这一块呢 你就尽量跟着直播 然后备完 能记住多少 就记多少 然后等到考场上 是吧 没准能发挥出来 你缺课 你缺课一股脑 补个十节二十节 那压力太大了 再改善我这语速 再快内容再多点 那时候压力比较大 好 我们来开始看看今天的内容 从今天 美食这部分开始 第一个单词来读一下 叫做exquisite 读一下 exquisite exquisite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精致精美的 精致的精美 咱们常说非常精致的礼物 你可以叫做exquisite gift 形容词修是名词 直接用就行了 还有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非常精致的这种 手艺 手工艺 能看到吗 这种精致的工艺 你可以叫exquisite craftsmanship 用它都行 形容词修是名词 这个就不用造过多的句子了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把这个词根 我们来展开说一下 你看看它里面还有哪些词 所以它在写作当中 大家以后再想描述一个东西 非常漂亮 而且很细致的漂亮 就不要老有什么beautiful 可以换这个词 不要老有什么beautiful nice 我换完别的词 quest和quiz这个词根 那北深这个词根呢 在这个拉丁词根上表示的意思 叫做这个寻求 叫做to seek 我们在以前学过这词根里 也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其实就是question 你看叫做寻求方案 对不对 这个叫做询问嘛 question对不对 叫做问问题嘛 询问啊 寻求到底怎么回事 这叫做问问题 你可以用个question读集 这个词根就是跟问 寻求有关 寻求有一些关系啊 好了 你看第一个叫exquisite 第二个叫做requisite 下一个prequisite disquisition acquisitive sequester sequestrate 好吧 这几个词写一下 写上之后打一下e 那我们说一说 第一个叫做exquisite 第二个叫做requisite 下一个单词叫prequisite disquisition acquisitive sequester 刚报名的同学 我都说了 咱们这节先跟下来 然后把前面的课补一下 特别是从第一节课开始听 说到一些习笔记的问题 习笔记的刚来的同学 不要记汉语意思 记英文和词性 可记法就行 好 那我来看一下这首词啊 第一个词叫exquisite 这个怎么去记它 什么叫做非常精致 很好的东西啊 这个是怎么样 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ex作为前准 其实还是表示向外 其实我们所说非常好的 非常精致的东西 就是怎么的 优雅很高 高雅的东西 就是挑出来的 记住老师的解释 就叫寻找出来的 咱们常说 重力寻它千百度 挑出来 寻找出来的东西 咱们在生活当中 你也能看到过 这样的一些场地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工厂 做一些工艺品 可能做十个 但最后就能成一个 记住老师的解释 叫寻找出来的东西 叫做精美 精美的 很精致的 这个叫做exquisite 往外挑出来的东西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requisite 它的动词是我们 出高中 老师老师讲的 高中应该算是 叫require require 老师回忆回 跟老师回忆回忆 这个单词叫什么意思 require 是不是叫做要求 要求必须怎么怎么样 这个其实很难跟它是一样的 它形容词 动词在这 这个叫做必须的 或者叫必须品 就是反复寻求 RE其实在此处 表示再一次 反复去寻求这个东西 一次又一次的找 没找到就不行 那这个东西叫necessary 必须的 叫做requisite 叫做必须的 necessary 所以写同一词就行 不要写汉语语词 寻找出来的东西 都是挑出来的 100个里面 百里挑一 寻找出来的 就是精致 雅致的 第二个是必须 necessary 下一个叫做 之前必须得有 你做这个事 之前 pre作为前队 是不是叫做 是吧 before 基础老师的解释 叫做之前 必须 那这叫什么 叫做先决条件 你上词汇课 你先决条件 前提 你得把这二六个字母 也认全了 单词全 单词不但不认识 字母也不认识 那你没法上了 叫做之前 东西很必要的 叫做先决条件 下一个这个词 叫做专题论文 那这去哪寻求 第四还是强调的是 apart 分开 咱们也是写文章的时候 就四处找资料 对吧 网上 对吧 去图书馆找找书上的 对吧 再去找找别的东西 叫四处寻求的 四处寻找资料 东拼西凑 叫做专题论文 叫disquisition 七拼八凑 四处寻求 你顺这个意思去讲 因为这个词 单词的意思 其实和这个词 跟意思离得远 所以你要往外顺 挑出来的话 通过短语去记 通过短语去 exquisite gift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都行 挑出来精美 反复寻求 一次又一次 找这个东西 必须 之前必须是先知条件 四面八方寻求 七拼八凑 专题论文 而下一个单词 这个词 它的动词也是 高中词 acquire 告诉老师 这词叫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获得 对不对 还记得吗 Dissertation 好 看一下 挺好的 这叫做什么 叫做获得 对不对 叫做获得 什么东西都想获得 又想获得美貌 又想获得金钱 又想获得身高 对吧 又想获得财富和所谓的这个知识 不可能 所以什么都想得到的人 物欲重的 贪婪的 物欲重的 贪婪的 叫acquisitive 我都是之前跟大家讲 上天都是公平的 那他肯定不能让你什么东西都全有 那不可能 对吧 那不可能的 你看那些所谓大佬们 他们家庭肯定跟你过的 就跟你不如你 不如你幸福 比如你可能天天能陪父母在一起 大佬们 你不可能天天陪着爹妈 天天陪老婆孩子 不可能 对吧 那不可能 这就是 有得必有失 这是一定的 获得东西很多 贪婪 贪婪的 就比如说特朗普肯定没咱们幸福 比如说咱们 马上咱们现在不上课了 吃火锅就行 特朗普说马上 不在白宫待 吃火锅 肯定不行 马云说 今天晚上咱们搓个澡 按摩去 咱们可以 对吧 但马云不行 这是一定的 就是我们可能更幸福 他们只是住的房子比我们大 但其实房子在大又能怎么样呢 都是住床上 对吧 都是住在床上 其实 房子在大没有太大用 其实也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大家踏实背单词吧 好了 看下边 对 睡觉只需三尺宽 最终 那个小弦 才是我们永久的家 这两个单词放到一起 叫做 sequester 还有叫什么呢 叫做sequestrate 看一下 这个se作为前缀来讲 咱们之前给大家都讲过很多次了 他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apart 是不是叫做离开 记住老师的解释 separate 记住这个前缀 咱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 这中间是question 就是远离寻求 就是不再询问任何东西了 你看有些人特别爱问问题 我从来不问远离询问 记住老师的解释 远离 question 什么我都不问了 这叫做 说小龙女 led a sequestered life 能写这个短句吧 说小龙女 led a sequestered life lead 原形用lead lead a sequestered life 那就是我们常说什么 什么都不问的生活 我远离询问 江湖之事再也不过问 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是隐居隔离 隐居隔离啊 叫sequester 隐居的生活 隐居的生活 sequester 好 下面这个词sequestrate 看见他前面是不是一样 看前面是不是一样 他第二个意思 跟他意思一样的 两个写法都是一样的 但这个sequestrate 还有什么意思呢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 扣押 没收债务人财产 比如说你这个钱没还 那这个时候就干嘛 把人和财隔离开 是吧 人财隔离 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第一个 sequester也是 有的词汇中把它翻译成 叫做使隔离隐居 它所谓隔离 就是一种 你生活的这种隔绝隔离 那所谓没收 债务人财产 就是人财两隔离 这叫做没收扣押 叫做没收扣押 债务人财产 叫做sequestrate 在这个词旁边再写一下 叫什么 叫做这个有一个口语当中 常说的词 叫做confiscate 把它写一下 confiscate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 没收 或者充公 一般会用这个单词 就是归为公中所有 叫做 没收 充公 叫做confiscate 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刚才讲到了 就是 前边 隔离这个词 将你的财产 隔离去 远离你 那他一般强调的是 债务人 就是因为欠钱的这种没收 有同学被判 陆琪写了个词forfeit 这是在我们班讲的吧 就在我们讲的 第二个呢 这个confiscate 他一般强调的 因为受到惩罚 给没收了 充公了 比如说 the land was confiscated after the war the land was confiscated after the war 就是战后 这个土地被没收了 被充公了 有可能就是你失败了 有一些错误 整个东西给你没收了 我们生活当中 最常说的就是 谁在玩手机 手机我给你没收 这个叫做什么叫 confiscate their phones confiscate their phones 记忆动词 这种情况 他这个词 为什么我们要做 没收 看这个词 他跟谁同源 他跟那个财政 那个词 还有背过他吗 叫fiscal fiscal这个词 就是记住老师的解释 就是归为 什么样 财政所有 归为班里的财政 归为整体的 共同的财政了 他不是你个人的了 他是跟那个财政 那个词 financial fiscal这个词同源 好了 那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首先看这个图片 exquisite要知道 什么时候用 exquisite在使用的时候 要明白 就是他强调 不单单强 强调这东西很美 还强调什么东西 非常细致 这个就可以叫做exquisite exquisite 寻找出来的 100个里边 就能挑出一个 精美 第二个呢 反复寻求的是 叫做必须 必须的 之前必须 叫先决条件 prerequisite 加油 下边 四处寻找材料 四处找的资料 这叫做 专题论文 acquisit acquisit 什么东西都想得到 这叫做 物欲重贪婪的 a sequestered life 你可以写个短语 就明白了 对不对 a sequestered life 请假同学再见 到后把它补上就好了 叫做 隔离隐居 隔离隐居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sequestrate 表示叫做 没收 借过人财产 没收 家天都已经黑了 你看看外面 确实 今天天黑的比较早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delegate delegate表示的意思 也叫什么呢 叫做精致的意思 精致的 这个单词 通过谁去记 我们说delegate gift present 应它也行 非常精致 他呢 通过这个单词 他俩是同源 这单词在这些上 我学过吗 叫做什么 叫做delicious 他俩是同源的 叫做什么 叫做精 叫做美味 对不对 叫做美味的 你看 就后缀不一样 他俩 但他俩都是形容词 所以意思不太一样 他俩不是说词性没变 他不是说词性要变 一般意思不变 但这俩词性都一样没变 他意思上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一个叫美味 这样记 美味就是精美 delicate delicious 你看这个单词 脑里想一想美味 一个是美味 一个是精美 精美美味 放在一起 好 我们来看第二组词 来第一个读一下 这都是跟美食相关的 厨房里的词 utensile 读一读 utensile 现在明白什么叫做 厨房器具了吧 锅碗瓢盆这些东西 铲子 脑子 搅拌器 这都可以叫做utensile 来动作写一写 第二个utilize utilitarian implement applies apparatus 后面两个我自己讲过的 在澳洲还听课呢 澳洲现在几点了 来 诊讯一秒钟告诉我 看真在澳洲 假的澳洲 好 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第一个 utensile 下一个utilize 这边第二个 叫做utilitarian implement applies 和apparatus 好 等时候接一下 好 那咱们来看看这几个词 ut 大家注意 和us是一样的 这个咱们第一天讲过 是不是st 这俩字母是互换的 所以记住这里面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使用 这个词 是跟使用相关 因为它叫用具 看见没 是跟你用的东西 用的东西相关 就是cile 咱们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 它这个跟sil这是一样的 之前我说过哪个词 叫做domisile 这是很早以前讲的 还记得它吗 想想dome这个词跟什么有关 能想起来吗 这是很早以前 可能甚至第一个礼拜讲了 cile 叫做跟加油关 home dome 还行 大部分都记得非常好 房屋 住所 domisile 这个也是使用的小东西 utensile 叫做用具器皿 一般都是厨房用具 好 看第二个词 utilize 这就是什么 动词 对不对 我们说叫做利用 使用 我们在前两天 其实讲过叫做 utility 还记得它吧 叫做便利设施 让你使用的场所 运动场 运动场 那个facility那个词 就是跟使用有关 utilize是动词 下面这个词 utilitarian 还是ute 叫做实用的 有用的 这个tarian这个单词 咱们之前也给大家提到过 这个后缀 什么什么主意 来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就这三个 utensile 厨房器皿 用具 utilize动词利用 这是实用的 实用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表示工具的词汇 这个刚才说了 它一般都指厨房工具 记住没 看它们的区别 厨房器皿 使用的 有十样东西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use 一个ten 18分兵刃的 十样东西 这叫做厨房器皿 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implement implement这个在四六级考试当中 和亚斯托福的 常考意思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它考的是 贯彻实施 贯彻实施 看这个如果我们过了四六级考研 然后托福亚斯 看这个有没有这样 就carry out 贯彻实施 如果你不知道把这个意思也写下来 这个是考试当中最常考的意思 那表示跟工具有关的 学农学的就要看一下 它一般强调的是不插电的工具 大型的 多指不插电的大型工具 叫implement 比如说那什么老牛拉的那种梨 对吧 这种大型工具 我们一般可能会到它 农用工具 应该用的比较多 大型的工具 叫implement 好 下一个单词 这个字是什么呢 叫做apply 表示家用电器 它前半部分影射就是应用这个单词 能应用的是电器 apply 家里应用的 能应用的是电器 对不对 能应用的是电器 下一个单词叫做apparatus apparatus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一般就也指大型的仪器设备 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种设备工具 那叫什么 equipment 这个一般用的比较多了 咱这本身就是中学里面老师讲了 其实他跟他同一词 一般都强调的是非常大型 而且精密的仪器 这通过谁去记呢 他还记得这个para这个前缀表什么 我说过 表示有辅助的意思 所以您记住啊 辅助我们的加强 辅助我们的是仪器 能应用的是电器 全套设备 KIT 记住了啊 辅助我们的apparatus 是仪器 能应用的是电器 成套工具 KIT 那这个词刚才强调的是正常的大型工具 书上这个词 utensile 厨房用具 厨房七年 ten在里面 有个十在里面 十个小东西 一二三四五 像这样讲一下正好 好 看下边 下个单词就是Scoop 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说的 特别爱吃冰淇淋的同学 他会问你几勺 几个球 几勺 你这个one scoop 用它一个 一勺就行 圆形物体的 这种挖或者是咬 我们叫Scoop 知道一下 他就通过谁去记呢 他就通过Spoon去记 把这个Spoon写旁边 这个挖或者是咬一般都强调的就是指用圆形物体的勺状挖出 把这几个字写一下 把这几个字写一下啊 作为动词来讲呢也是啊一个几乎动词啊 名词也行啊 名词也可以啊 比如说Scoop ice cream 能列这个意思吧 哎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挖一下冰淇淋 Scoop the ice cream啊 那如果说两勺 你可以叫做two scoops 明白这意思吧 two scoops of ice cream matched potato 两勺土豆泥 两勺冰淇淋 一般你想要圆勺 这个词 所以通过Spoon 这俩放到一块 这俩放到一块 好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在考试当中啊 或者在生活里面会用到它 它是一个informed use 口语当中常说的 它表示的意思都指什么 就是这种内幕 以前有个词叫周一见 还记得不 就是多指这种 显为人知的这种最新消息 抢先播出的这种独家新闻 叫做这种独家新闻 抢先报道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Scoop 叫做Scoop 动词也是表示 抢先报道都行 叫做抢先报道 这种独家新闻用它都行 名词也是它 动词也是它 名词动词都是它 名词就我们说了 就是翻译上叫新闻就行了 所以要知道一下这个 生活当中 可能第一个表示我爱摇 你看前后语境就能看出来 取得是哪个意思 第二个叫抢先发布 抢先报道 会有这个词 好 那表示挖或者是咬 Excavate 这个是之前讲过的词 还记得吗 这个表示什么样的挖和摇 它强调的是叫做出土 从洞里给弄出来 还记得它吧 从洞里给挖出来 从洞里给挖出来 出土挖掘 它最后一个单词叫做shuffle shuffle这个单词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叫做用铲子 用敲 它一边强的这个意思啊 用铁锹 spade 铁锹给挖出来 铲出来 所以这几个挖和咬 大家知道一下 沙挖 从沙子里挖出来 就通过谐音记一记 shuffle shuffle 用锹给把东西给挖出来 这叫做shuffle 就把这三个放到一块 看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用勺 第二是铲子 它名词就翻成铲子 名词 就表示我们所说的那种铲子 铲子 下一个呢 表示的意思 从洞里出土挖掘 沙挖 在沙子里给铲出来 好 把这三组词通过例句再看一下 你看它说的是什么 a menu showcasing the exquisite food 看这么多食品挑出来的食物 叫做什么叫做美食 精美的食物 很精致的食物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美食 这个表达要知道一下 是一个包一词 记住要挑出来的 一百个百里挑一的感觉 这一定是好的 精美精致 精美精致的 第二个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utensile 还是讲到美食吃饭的东西 对吧 叫做什么呢 and tomato and a breadstick 面包柜 面包柜 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工具 作为工具 其实确实大家如果去 这个国外吃饭的时候 你会觉得啊 他做这东西挺有意思 然后用什么去蘸什么 用什么卷什么 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用具 用面包柜 作为器皿工具 叫做utensile 名词 你看它也是没有什么色彩 认识就行了 好 最后一个呢 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了 一勺冰淇淋 两勺冰淇淋 你用这个词 two scoops two scoops of ice cream scoop of ice cream 都可以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一般女同学 一般比较爱吃这些东西 是吧 男生一般不怎么太爱吃 冰淇淋 美食相关的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看这词 男生有酒就行 是吧 叫做happy juice 叫cater cater 这是所有考试的 一个同考词写下来 它没有什么太多补充 cater for cater to 都可以 第一个 我们在六级考研当中 常考的意思 就是我们说叫 迎合某人 cater for somebody 对吧 cater to do something 叫做迎合 你通过猫去想一想 家里有猫的 有没有猫奴 猫怎么地 他就得怎么地 家里猫是老大 迎合猫 这通过一个联想计 就通过猫去想就完了 他实际上跟那个care 那个词很关注 我很care你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关注他迎合他 第二个还表示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 这个提供饮食 提供餐饮 提供饮食 承办酒席都行 承办酒席 你也可以用这个单词 叫做cater for 比如说cater for weddings 能理解吧 cater for weddings 那这个我们就该怎么翻 就是为这次婚礼 对吧 承办这种婚宴 对吧 承办婚礼 就这意思 提供一些食物 承办酒席 对就这意思 所以他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叫迎合某人 迎合某人的需求 能力就是meet one's satisfaction 对不对 是这种感觉 满足某人的需求 第二个表示叫做 提供酒席 提供食物 备办食物 你可以用这个单词就行了 好 看第二个单词 叫做brew brew这个单词 在旁边写个端 叫brew beer 这要知道一下 brew beer 你看一下 用这个单词 叫做酿酒 酿造 酿酒 酿造 还有表示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七茶 当然七茶 我们在很早以前 老师 我当年上学了 老师讲make tea 新概念一侧 里面用的就是make 更简单一些 但用它一样 酿造 七茶都行 第二还表示图谋 密谋 用这个词也可以 那这里边这个词 为什么我们说叫酿造呢 这个br开头的词 那再次强调一下 br开头的词 我说过 它第一层还一般强调的是 分开分起有关 再说一遍 这个字母组合 可能是跟分开分起有关 比如说break branch等等 第二还跟什么有关的 它其实曲子就是boam这个词 是跟出生 产生出生 有一些关系 产生出生 酿造也就是一个慢慢产生的过程 brew 这叫做酿造 酿酒跟酿 这也知道一下 这也知道一下 那这个后半部分加一个ry 叫做brewery 那这个就我们常说的叫做啤酒厂 爱喝啤酒的 指导一下怎么说 就行了 这啤酒厂肯定没什么烤点 但这个brew beer 这个也知道一下 万一选词的位置 要考到这个词 就要指导一下 叫做酿酒厂 就是啤酒厂 br开头的词 第一个可能是跟分开分起 两个人有矛盾分起 吵架相关 第二个可能表示的是跟产生 产生有一些关系 所以这里面大家可以写一个短语 就是brew beer 酿酒 这个大家可能会见的也是比较多的 他可能见的也是最多的 泡茶不可 好 下面表示我们说叫做图谋密谋 这个单词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就表示酝酿一个事件 一个阴谋都行 叫做contrive 等我说写一下 contrive表示的意思也叫做谋划 谋划策划 第二一表发明创造 这个在以前看有没有讲过 它的名词叫做contrivance 就是我们叫做发明 新发明设计 一些发明设计 叫做一起去尝试 contrive 科学家们 大家在一起不断的去尝试一些东西 这个叫做一起尝试新发明 叫做一起尝试新发明 发明 如果发明出一个阴谋 其实就指的我们叫做谋划这个意思 叫做谋划这个意思 好 看第二个单词叫做hatch hatch这个单词呢 第一个表示孵化 第一个意思啊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孵化 他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老母鸡去记 看看那个母鸡那个字 我们学过叫做hatch 你可以通过他把它写在一块 通过母鸡去想一想 叫做孵化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也表示叫做 密谋谋话 他后面有的时候会写一个out hatch out 比如说这个小鸡出壳了 你可以知道什么叫做 the chicken hatched out 出壳敷出都行 或者hatch out the eggs are about to hatch 就行 通过母鸡去想一想 那如果后面逼语接的是一些什么计划交易啊 这个时候你就能顺出来 那孵化的一个交易 其实就指密谋一个交易 所以这要知道一下 把这几个词读入 第一个叫做 brew beer 酿啤酒 酿酒啊 一起尝试发明创造 那第二个也表示谋话策划 还有叫hatch 也是密谋 密谋夫化 所以brew tea这个要知道啊 就是指漆茶 泡茶的意思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broth 这个我们在自助餐 吃自助餐的时候经常能看到 是不是有清汤啊 有这种清汤肉汤 里边没玩意儿 看着这非常清啊 都是糊牛肉那汤 清汤 叫做broth 正常我们可能很多什么 这种什么牛奶蘑菇汤 这个汤那汤 那一般soup比较多 大家一般强调这种清汤 利汤 对差不多 大家可以通过谁去记得 可以通过brother去记 就通过一个行进词去记一下 叫做brother 都是兄弟啊 有汤同喝 broth 这是专吧里面考过的一个词 这比较老以前的题了 老题里面考过 叫做妓院 叫broth 这两个放到一块 有汤同喝 有瑶子同逛 broth 都通过兄弟去记 通过兄弟去记 brother broth 还有broth 汤和祭院 你把这两个放到一块 有汤同喝 有瑶子同光 这才叫兄弟 sporting house 好 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 刚才说了 cater for 和cater to都行 cater to all lifestyles and appetites 能看到这个吧 叫迎合所有的这种习惯和口味 迎合习惯和口味 这个单词叫cater to cater to 这个我们说叫做提供食宿 很款待一个人 其实咱们在以前还有没有印象 学过这个词 叫娱乐 那个词叫做entertain 这个在以前有印象吗 entertain 有学过 他除了是娱乐 也表示款待 提供吃喝 考gre的同学 你可以旁边再写一个词 叫regale 这是gre里面考过 但这个就比较难了 甚至有点偏 这个在我印象当中 好像是阅读的时候 除了在以前 做那个gre填控里边碰到我 在阅读的时候 真的印象不深 没什么印象 也叫做款待 就在招待一些人 盛情款待 regale my friends regale my friends 对吧 就是款待我的朋友 这为什么叫款待 re其实表示在一次 后面这个词 其实影射的是gay这个词 gay这个词 告诉老师叫什么意思 这都听过吧 gay是不是叫做欢乐 高兴的意思 除了表示同性恋 当然这个意思 大家可能都最熟了 对吧 你们最熟的意思 就是同性恋 第二个还表示 就是快乐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再次快乐 regale 但我们生活当中说 我高兴 一般没有人说 I'm very gay 对吧 这个一般不会用这个 对吧 这个gay就是一般 现在生活当中说到 就是同性恋 但是它本意 其实又表示快乐 高兴的意思 就是让同学们再一次高兴 叫款待同学 叫regale regale entertain caters 现在你会发现 gay的男生 他们人缘都特别好 不因你便宜 反正我身边 小gay们的人缘 就特别好 就男孩女孩 觉得跟他们 还都挺聊得来的 对不对 就是 因为它的攻击性不是很强 不像那种 就那种 一看你就很害怕的感觉 对吧 好 看我人缘 我人缘还行吧 根哥也是 就还是每天都会很gay的 这怎么办 你天天也不能是苦大仇神 也没意思 是吧 好 来看这边 这个叫brew brew blackcurrant hot tea 用的是这个词 用这个词叫brew tea 知道一下 叫做漆茶 泡茶 爷爷泡的茶 是吧 泡茶或者表示酿酒 都行 都行 下一个词叫做broth 叫做肉汤 注意啊 它指的是肉汤 明白了吧 指的是肉汤 肉汤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见到我 反正公司的人见到我 就是都是那种 不敢跟我说话 就觉得我随时准备要翻脸的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给所有人都这种感觉 反正大家评价我 就是不熟的时候都不敢 就是根哥原来我认识你的时候 就随时准备要翻脸的感觉 那一看就不好惹 随时翻脸 我这种评价我也是醉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次 王飞老师评价我 就是随时准备拿着一把宝剑 那就仗剑走天涯了 就是我是大侠 什么都不管不顾 爱咋咋地吧 准备出走了 拿把宝剑 这是王飞老师当年对我的评价 所以我也觉得 就不知道为什么 好 刚刚这里边跟吃有关的 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叫做glutton gluttony sloth wroth greed pride envy lust 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好 这个词汉语把它写一遍吧 因为一般我是不要求大家写汉语的 但我觉得这个这两个字是汉语当中的 对吧 汉语当中的八级词汇啊 所以可能很多人汉语都不太会写 所以放大可以写一下叫滔铁 啊 以前同学给我读成叫做什么 叫胡真啊 不是这么烦的啊 是叫滔铁啊 别念成胡真啊 滔铁啊 好 这个如果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看过电影七宗罪的话 这个词就比较熟啊 比较熟一些啊 读一读啊 叫做gluttony sloth wroth 写完了哈 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啊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 第一个叫sloth 懒惰 看看这是我们对于同学来讲 为什么学习进步不了 就是 懒惰 sloth 注意它的形容词叫slothful 就做事慢吞吞的 啊 我们经常会说 你看男生有没有说你女朋友 你别在这磨叽了 赶紧的吧 穿件衣服穿两小时 是吧 这叫做慢吞吞的做事懒 你这样想一想啊 叫懒惰 做事慢吞吞 叫懒惰 slothful形容词 第二词叫rothful 形容词还是加ful 这个词为什么叫做暴怒生气啊 wr讲过这个字母组合吗 是不是跟扭曲有关啊 拧吧 情绪上的扭曲 这种感觉 你看脸部的扭曲 情绪上的这种扭曲啊 叫做暴怒啊 叫做wroth wrothful wroth wrothful 看看他啊 好看啊 这个pride 这个比较好记啊 我们说叫做自豪骄傲这个词 名词就是傲慢 这也不用说了啊 envy这个单词啊 它形容词我们叫做envy 对吧 嫉妒的 或者叫羡慕 对不对 它为什么我们说要嫉妒和羡慕啊 它最终的这个vit 就来自vis这个词根 是为什么有关没背过同学可以看一下 他是来去看这个词 en表是加强 对不对 加强这种感觉 去看一个人 比如说 这个你室友领回来一个高帅父 女同学 你马上就看一眼 哎呀 哎呀 小玩儿 男朋友行啊 对吧 就马上看两眼 对吧 男朋友矮搓穷 也看两眼 但看的表情不一样 是这种感觉都得看啊 高帅父也是 高帅父是镇静的看 加强看是羡慕 一看到自己啊 除了万词版笔记 什么都没有身边啊 那这叫做羡慕啊 但要来领回来个矮搓穷 你可能也会看一眼 上下打量一下 哎 这种感觉啊 叫做envy 嫉妒羡慕 嫉妒羡慕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last last这个叫做色欲 肉欲 色欲 肉欲啊 以前那个汤唯 那个电影叫叫色剑 叫last caution 就这个电影来 这个词翻的啊 last啊 之前咱们讲过这个词 还记得吗 叫lood 漏点的 好色的 想来这个词吗 当初好给大家说了一嘴 就来着他 std嘛 u跟w一样 叫last啊 叫last啊 好 看看这几个词啊 好 那再看看他啊 grade grade 这个机在四六级里也有考过 虽然频率不高 但四六级把这个词收进来了 形容词叫grade 叫做贪婪 叫做grade grade 啊 贪婪 啊 叫做贪婪的 啊 刚才咱们讲了一个单词 谁能想起来 刚才那个贪婪叫什么来的 刚才咱们说那个贪婪叫什么来的 还记得吗 叫做 什么东西我都想获得 acquisitive 给老师还 回忆一下 还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点印象 有没有一点点印象 有点 是吧 还行啊 获得那个词啊 这个词带 这个词呢 我建议大家通过grade去记 啊 你就通过绿去记 啊 眼睛都绿了 看的 是吧 叫做贪婪的 馋嘴的 非常馋 贪吃都行 贪婪 贪吃 啊 用它都行啊 贪婪 贪吃啊 叫做grade grade 啊 好 第一个单词叫做gluttony 啊 gluttony这个单词呢 这个通过词言解释 他其实为什么叫贪吃的人 他中间是来自于lot 这个g实际上是没有 没有具体含义的啊 这个g字母啊 和h字母啊 说了他俩可以脱落 他是没有含义的 这个最归根结底讲 他是来自glut glut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glut glut这个词啊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过剩大量 他本身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过多 过剩的意思 叫glut glut啊 叫过剩过多 特别多 是来自于lot alot of嘛 但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呢 还可以跟这两个词 你放到一块 一个叫做glutinous 做一个行进词去想一想 还有一个叫做glutinous 大家可以把这两个词放到一块 glutinous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sticky 叫粘的 我们那个端午节吃那个叫糯米嘛 就是那个glutinous rice 糯米就用这个单词啊 它来自于胶水这个词 看到没 它俩中间啊 一个是TIN 一天一罐 一罐胶 一天的啊 一罐的 这是粘的 另外中间这个叫什么呢 叫一吨的 通过TTON 把它讲成一吨 这两个题啊 一吨的 叫做饕贴的 TON啊 是饕贴啊 TIN 一罐胶 那是粘 它俩词源不一样 但长得有点像 啊 把这两次读一读啊 一个叫glutinous 就是sticky 通过读音就能想到 glutinous 能看glut这个读音吗 胶是粘 glutin glutinous 叫做饕贴的 啊 饕贴的 好了 把这七个词啊 给老师过一下啊 第一个叫一吨啊 glut 吃一吨 过剩贪吃 这个行为啊 贪吃行为 第二个 慢吞吞是懒惰 Roth WR啊 情绪扭曲是暴怒 眼睛都绿了 green 叫做贪婪 傲慢 加强去看一个人啊 这嫉妒和羡慕 啊 last叫做色欲啊 色欲肉欲啊 好 那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 你看glutinous 叫做贪吃的人吧 饕贴者 那另外还有一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啊 gormandizer 把这两个词也写一下啊 gormandizer啊 那他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他前半截 啊 叫做gormand 啊 gormand本身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什么 叫美食家 就在爱美食家啊 gormand 叫做美食家 也是跟吃有关 啊 美食家啊 他为什么是叫做美食家呢 动词叫做gorge 你可以把这个词也写旁边啊 gorge本身就表示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的吃啊 叫做gorge 狼吞虎咽吃啊 所以他跟他是 哎 峡谷也是他 对啊 峡谷也是这个单词啊 但作为动词 表示的意思叫做拼命吃 devour gormandizer啊 就此认识就行了 美食家这个词可以记一记啊 gormand gormandizer glutton也是啊 所以这个七宗醉知道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叫做palatable 啊 palatable 我们叫delicious美味 啊 美味的 好吧 这三个词写一下啊 现在有没有饿啊 看看这个图片 爱吃油炸的同学啊 叫palatable啊 palatable呢 我先说一下叫做联想的一个技法 实际上这个词通过铁记比较好 就想一想plate加一个table 桌上摆了一堆盘子 对吧 桌上摆了一堆盘子玩 就是这种饕餐的盛宴 非常好吃啊 这个我们叫做啊 palatable啊 非常美味的 可口的啊 都行啊 美味的可口的啊 食物直接修饰名词 直接用就行了啊 那他这个词呢 其实源头是源于谁呢 他其实是源于palatable palatable表示的意思叫上恶 啊 就这个啊 嗯 这哪看能力啊 叫做palate 上恶 恶 叫做palate 第二还表示我们所说叫做味觉 所以加了个able出来是他 生活当中有一类人啊 可能从小患了一种病 那叫什么叫做 collept palate 这个怎么理解 这以前我第一次见 是很多年前 就是王菲跟李亚鹏的女儿 当时就那个China Daily上有报道 当时我就看到这个单词了 叫clept palate 这很多年前十几年前了好像是吧 那就是要纯恶劣 用这个词来翻的 clap的本身表示叫裂开 啊 裂开的上恶 那叫clap palate 叫上恶啊 那加了个able之后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美味 因为他有表示味觉这个词嘛 啊 味觉这个单词啊 美味的 通过联想记得好记忆点 叫pallet of food啊 下一个单词呢叫做luscious luscious表示意思也叫什么叫做美味 他就是来自刚刚我们说的 让你产生什么东西 是不是产生欲望啊 比如你一看到这个桌上一堆炸鸡就是 这边产生欲望了 跟你看到美女 看到帅哥哥是一个感动 还咽吐了嘛 是吧 这也叫做美味 啊 叫做luscious 读一读啊 luscious啊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单词啊 叫succulent succulent叫什么呢 叫做juicy and 什么啊 tasty juicy and delicious 这怎么理解 什么叫juicy juicy 听过这个词吗 juicy and delicious 他一般讲的是美味而多吃的 美味多吃的 又好吃 汁又多 啊 这叫succulent 他来自于谁 他来自于suck这个单词 把suck写旁边 就是吸 就这词吧 美味多吃是来自于吸水这个词 你把它写在一起啊 所以这三个美味啊 咱们再看一下 第一个 palatable 通过联想记好记啊 plate table 桌上摆了一堆盘子玩啊 第二个呢 有欲望还是美味 下一个succulent叫多吃 美味多吃 好 我们往下看下边 下一组词啊 跟你吃吃喝喝相关的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sip啊 sip表示的意思叫做小口喝 就免一下啊 这个词看一下啊 叫做sip啊 动作写一下啊 这个动作看就小口喝这种 是吧 那这种感觉啊 喝一点点 是吧 五粮液 茅台啊 喝着一口啊 是这种感觉啊 sip啊 好 它的反义词啊 我们看一看啊 有这样几个啊 叫做sweeg 还有谁呢 还有boose boose啊 carouse gulp 还有coff 好 那是小口喝啊 下边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大口喝 啊 一个是小口喝啊 下边这是大口喝啊 好 第一个单词呢 我们说如果他通过词源解释的话 他跟谁同源呢 他跟那个晚餐那个词 就是supper 夜宵晚餐啊 他跟这个词其实他俩是同源的啊 他跟这两个词啊 其实同源 或者通过汤 汤也是 晚上的时候不能吃太多 你就喝点汤就行了 你晚上你要吃油炸 那就瓦得太胖 就晚餐一边吃的比较少啊 跟sup和supper放到一块地 小口喝汤 sip soup sip soup啊 把他俩放到一块啊 这是小口喝 你看咱们喝汤那儿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拿勺让晚上就这样 明白这是这种感觉吧 拿汤 没有人喝汤 没有人这么喝汤吧 是吧 一般就是 就是 是这种感觉啊 你不能那种感觉啊 小口喝 sip soup 下一个叫sip soup sip soup 强调的是大口喝 叫做大口的 那这是 它这种喝啊 那它呢 大家可以通过水去想 你可以通过游泳去济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 是不是大口喝水啊 你会发现 泳池里的水 是吧 经过 市委认证 并且什么 达到 沿用标准 是吧 泳池里的水 有点甜 你可以通过sip去济 叫swig swim sweer 你用它就行 一般的强的是 大口喝酒 一般会用这个词 大口的喝酒 一般可能会用到它 通过swim去济 咱们最开始 喝泳池的水 游泳的时候 都喝过肯定 但是你也知道 泳池的水 里边全是尿 是吧 下一个啊 叫做boose boose这个词 它的词源 这专吧里面考过的 它就是beer 就是beer boose 后面一般会叫with somebody 这词这样用 用的比较多 它跟beer同源 boose和beer是同源的 boose with my friends 是吧 叫做 对酒当个工 工乡人士繁华 是吧 唱的词不对 好像是 跟朋友一起 饮酒痛饮 叫boose with 这是它的用法 就专吧里的词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carouse carouse这个词根 我在之前看 有没有提过 c-a-r-n 这个词根 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flesh有关 还记得吗 跟flesh 是跟肉有关 而rouse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唤起 看它是两部分造成的 就是唤起你吃肉的感觉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 所以叫做痛饮狂欢 叫做cross crossing 唤起你吃肉的 因为咱们说过节日的时候 对吧 有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痛饮狂欢 痛饮狂欢 下一个词叫做gulp gulp这个在前两天 咱们讲一讲过 也叫做唐吞虎咽 是不是咱们在讲 好像讲devour那时候 给大家说过 叫狼吞虎咽 不叫痛饮 大口吃大口喝 用它都行 大口吃大口喝 gobble那里提过 好 最后一个单词 quaf quaf 也叫做痛饮 quaf 好像有个蛋糕店 在那个沈阳有一个万象城 有个蛋糕店 写就这个词 痛饮 是吧 夸富 痛饮 黄河水 quaf 开心的这种畅饮 也可以用到这个单词 好 把这几个词读一读 第一个叫sip 别记混了就行 它影射的谁 影射的是soup 他跟他同源 喝汤是小口喝 sweak swim 大口喝 游泳大口喝 sweak swim 下一个boost with somebody sweak beer 用它就行 这个叫boost with my friends 跟朋友一起痛饮 下面引起arouse 引起你吃肉的情绪 叫痛饮狂欢 gulp 还有quaf 都是喝 都是跟喝有关 有喝 还有大口喝和小口喝 他们的区别 好好看下边 这个在超市 下次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会看到这几个词当中的某一个 spice 调味品调料 调味品调料 我们在生活当中 大家听最熟悉的 就是是不是 它形容词叫spicy 那个辛辣的 那个spicy food 所以你把spicy写旁边 让它有点味道 要不然这个东西没什么味 是吧 那它加了个spicy是辣的 那spiced旁边标一下 加个d的话 这个在鹰砖当中有烤过 砖吧里面有烤过原词 就是我们常说叫做五香的 含调味料的 五香的含调味料的 叫做spice spiced 五香的 有调味料的 五香的 调味料的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 condiment condiment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说的 叫什么 叫做调味品 叫做调味品 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seasoning season这属于一个俗词批译了 当年大家学的是季节 它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表示就是加调料 比如说season something season the food 给这个菜里面加点调料 动词就是加调料 动词叫做加调料 会用这个单词 那前面这个单词呢 condiment的这个单词也是 叫做调味品 它其实跟谁同源 Cond这个词根 它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hide 是跟隐藏有关 大家可以旁边标注一下 它本身是跟藏有关 我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就是叫condition 你可以想想它 在事物之中的 条件 这是藏到菜肴里的 这个词根底下 其实还有一个哪个词 还有叫做recondite 还有个叫做apisconde 你把这三个词写在一起 这不是很好记的词 它不是很好记的词 所谓调味品就是藏在菜肴里 你吃这个菜 你不是说一吃就能吃到 一块辣椒 一块姜 就是一块八角 它可能吃到这个味道 然后里面放了八角 里面用了什么姜煮过 是这种感觉 看到了吗 这个叫做藏在菜肴里的continent 叫做调味品 recondite 这怎么藏 是不是再一次藏起来 是吧 藏得很深 再藏一点 藏得很深的 这个表示什么呢 叫做深奥的 难懂的 深奥难懂的 大家还记得之前提的这个词吗 叫做abstruce 还有没有印象 拉得很远 abstruce 反复藏 这个作者的意思 藏得太深了 藏得太深的 叫做深奥难懂 叫做abstruce 好 这个叫做什么呢 AB作为前追 就表示离开 这个前追还记得吗 离开并且藏起来 这叫做潜逃 对不对 离开 并且藏起来 叫做潜逃 逃走了 abscond with somebody 跟他的 是吧 这个concubin 情妇逃走了 abscond with his concubine 叫做潜逃 把这三个放到一起 第一个 叫藏起来的名词 叫做调味品 藏在菜肴里的 是调味品 反复藏得 这个形容词 这是有考点的 因为他讲的是难懂 这个概念 深奥难懂 recondite abscond 叫做离开 并且藏起来 叫做潜逃 下面的seasoning 季节 动词叫加调料 spice 还是调味 调味品 好 把这几个词来看一下 第一个 叫做什么 叫做 two gluttons 对吧 说 the entire watching and glancing at 这词都是比较基础的词汇 看看能不能记得 说整个酒吧 对吧 的人 他们都 看着盯着 watching and glancing occasionaly at two gluttons 看着那两个狼屯虎咽的人 狼屯虎咽的人 好 第二个单词 叫做 some of the guests found the name more palatable 发现这两个菜的名字 更加怎么样 这个名字听起来 更加的美味 有些菜的名 你看起的特别好听 对不对 就叫做美味的 美味的 看下边 下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 你看那个菜单 写那个字 什么群蝇蜉 或者是什么 蚂蚁上树 什么秦桑跌绿枝 是吧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看紫薇起那几个名字 还记得吧 其实就是炒菠菜 秦桑跌绿枝 之类的 人家那个就 说的就比较好 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 就有文化和没文化 下一个 在天愿做比翼鸟 对 下一个叫做 a little beer sip 这里边这个sip呢 就应该是一个什么词 名词了 红嘴绿鹰格 行 啥别说了 这都是一个年代的人 我们都是 小口子 名词动词都行 好 我们往下来看 看这词 这四个都能反应过来的 请打四 全讲过 之前都提到过 这个是一个 表情吧 好像是 vomit 呕吐 throw up 当时我就说了 puk和spew sp跟什么有关 跟发散有关吗 在哪个地方提到了呢 旁边可以写一下 见这个单词 看还记不记得这个词 见 nausea 我在这个位置给大家讲了 nausea能想起来不大家 nausea能想起来这个词吧 在大海有一种大海的感受 叫晕船 恶心呢 晕船恶心 这给大家讲过 seasic 把这两个词再来一遍 puke就比较口语化一点词了 puke和spew 这俩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呕吐 还有我们说vomit vomit一般用的是比较多 它除了表示人的呕吐 也表示吐出烟 烟雾也行 vomit the smoke 烟酥 冒着烟 吐出烟 所以用它就是更加形象一点 更加形象一点 好 来看下边 这几个词 这组词比较多 来动手写一下 第一个叫做 verify veracity voracious very similar verdict ver这个词根 表示的意思 叫做true true 动手写一写 这词写完咱们就休息 然后回忆一下 咱们就休息 好 下边 certify corroborate substantiate 好 动手写一写 第一个 这个词根表示真 表示真的意思 我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当然就是这个词 叫very 不用应记 比如说very good 怎么翻 什么叫very good的 真好 是这意思吧 你还说我翻成真吗 真好 对不对 叫very good very 好 那你看这个单词 写下来了吗 verify voracious 下边 very similar 看这词 真相 看出了这个词的造词了吗 看 真相 叫very similar 讲下来了吗 这个单词叫做b真的 就是非常像 非常相似的 b真的 very similar 好 这个单词 这是考研当中我们学过的词 考过了 原词 它当年同一替换的是英语2里面 同一替换的时候考的就是它 英语2的同一词 当年考的就是它 10年 25题 考的就是这个单词 叫什么来的 叫做 judgment 判决仲裁 这叫做说出一些真相 dict这个词跟之前也提到了 说出一些实情 说出一些真相 叫做verdict 叫做仲裁判决 好 前面 acious这个后说叫什么意思 早前讲过 acious表示的意思叫做 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 记得吗 什么东西多 对吧 这叫做 真的东西多 真实 真实的故事 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veracious 形容人就是诚实 诚实的 能压重吗 我要能压重 我还在这扯呀 我早上 我早开直播压去了 一人收一块钱就行 是吧 我要能压重题的话 我就开直播了 咱不用多 一人打赏一块 我告诉你作文是什么 讲完之后 你们再看我 就得上监狱里去看我了 好了 看下边 voracity 这是名词 voracious 真的多 他不要跟哪个词搞混 他跟这个词 不要搞混 他跟这个词 不要搞混 这个词叫做voracious 这个vor和ver 这不一样 它俩词源不一样 但是非常相似 vor这个词 跟之前提到 这不跟吃有关呢 这吃的多 叫贪吃贪婪 贪吃贪婪的 贪吃贪婪的 能不能压重 我哪知道 反正 你看看之前 咱们在公开课给大家找的 那个原题 1918161514 基本每年那个语义题 那都是咱们 半词般的词 对吧 但是还是这东西没法说 咱不敢说 咱就好好背 肯定没问题的 上面verify 是什么词性 动词吧 对吧 动词 使之 证明它是真的 验证它是真的 验证真假 这叫证明核实 叫verify 写一下 就看看是真是假 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 就是我们说 看看是真是假 这个叫做证明核实一下 verify 好 看看下边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certify certify这个词 它跟谁同意 是不是跟certain certain本身表示什么意思 它这表示也叫确定的 certainly 确定吗 这叫也是 确认它 不就这个意思吗 形容词是确定吗 这就是想到这种确认的概念 这也叫证明 确认是真假 叫证明 corroborate 这个单词中间部分 它影射的是谁 影射的是这个词 叫robust 告诉老师 还记不记得它 乐百事这个单词 叫做corroborate 叫什么 这叫强健 强健有力 强健有力 这也是叫做 一起去使它更加结实 牢固 也叫做证实 叫做corroborate 让它变得更加牢固 更加强健 这也叫做证实 比如说去证实 它的这个证词 你可以叫什么呢 叫做corroborate his testimony 对吧 有力的证据 你可以叫corroborating evidence 它是来自它一起 共同 把它变得更加牢固 变得更加牢固 这也叫做证实它 corroborating evidence corroborate his proof 去验证 证实它的 这些证词 证据 就行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substantiate 它也表示这个意思 证实 它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名词 叫做substantial substantial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实质的 本质的 实质本质 还有大量 对朋友都背过 实质本质的 换成ate 一个是实质 动词还是证实 验证其本质 证实 把这几个词看 但是证实的词 都是报义词 因为证明它们 是一个支持的态度 证实就是一个支持 support 或者我们叫简单一点的词 来看高中的词 confirm 这词像是吧 跟它意思是一样的 来读一下 certify 脑子里要想谁 想certain 证明 证实确认 verify 它强调是验证 这个东西的真假 它的区别就是 我看了到底真的假的 这个叫做verify something 一般都强的是验证 真假 这个叫做核实证明 corroborate 等于confirm 就是强的一种确认 下边呢 substantiate 也是强的确认 这个概念 我们来回忆一下 这一个小时的内容 看能献得多少 exquisite gift 能献得什么意思吗 exquisite 叫做精美的 挑出来的 这个词根跟寻求有关 寻找出来 这么多人 就找出这么一个 精致 反复寻求 叫做想想 要求你必须做吗 这叫必须的 必须品 之前必须 叫先决条件 之前必须得有 先决条件 四面八方 去寻找资料 叫专题论文 acquisitive greedy 贪婪的 贪婪 sequester a sequestered life 忘了没关系 看这个短语 能想起来不 离开 询问 不再询问了 远离寻求 什么我都不询问了 隐居隔离 下面这个词叫做 没收 没收扣押 债务人的财产 sequestrate his property 没收他的财产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说 充公的没收 就是因为你犯错了 违规了 这种没收扣押 归于工中所有 叫 confiscate 归为国库了 归为财政部了 通过fiscal去想想 daddy可以脑子里想 谁想delicious 脑子里想想他 美味精美 美味精美 utensile 看这图马上就能想 叫厨房器皿 使用 使用的 工具 能应用的是 电器 辅助我们的是 仪器 仪器 全套设备 kit a set of tools one scoop two scoops of ice cream two scoops of ice cream 脑子里想谁 想spoon 脑子里想这个词 spoon这个词 一勺两勺的勺 第二还表示 叫抢先报道 一般强调的是这个 抢先的新闻 抢先报道 抢先播出 都行这个词 shuffle 沙挖 铲子挖 铲沙子嘛 沙挖 activate 出土挖掘 出土挖掘 caters to caters for 都行 迎合款待 cater to their lifestyle and appetites 都行 cater for也行 迎合提供饮食 等于是regale 再次让你 gay的 也叫款待 叫做款待 isregale regale brew beer 看这图片能反过来 brew tea brew beer 漆茶 泡茶 我们叫泡茶 对吧 泡茶和我们叫做 这个酿酒 酿酒 一起尝试 叫做发明设计 hatch hem 劳母鸡孵化 hatch out 孵化 酝酿出 谋化 broth brother 肉汤 这个再次想象 它不是指菜汤 菜汤 你用它一般肉汤 一般我们叫broth brother broth broth 叫做祭愿 祭愿 这边第一个glutton 这两个放到一起 看 glutinous 一罐胶 是吧 我们所说的 你想想想 一罐胶水 叫做黏的 那另外呢 glutinous 一吨 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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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慢做事慢吞吞的 slothful 懒惰的 wrothful 暴怒的 great greedy 贪婪的 傲慢 羡慕嫉妒恨 对不对 嫉妒 羡慕的 lust 这个叫色欲 lustful 好色 对不对 lust 下一个词 叫做 gormandizer 也是 饕铁者 狼腾虎厌的人 palatable 桌上摆了一堆盘子 美味 lustious 充满欲望 也是美味的 还有一个叫 succulent 多汁 吸你 吸汁 是吧 下一个 sip soup 喝汤的时候 叫做 小口喝 你一下 小口喝 sweak swim 游泳是 sweak beer 还是写短语 去强化 boost with my friends boost with my friends 叫做 beer curral 换起你 curral 吃肉的兴趣 叫做 狂欢 饮酒 gulp 痛饮 他吃喝都行 都是狼腾虎厌的 吃喝 夸腹 痛饮 夸腹 spice 调料 藏在菜肴里的调料 再次隐藏 这人身藏不漏 很深奥 就很难搞他 你看那些政客们 眼睛 很深邃的感觉 难懂 难以理解 他要一起离开 并且藏起来 recondite 潜逃 seasoning season the fish season something 加点调料 所以你要生活当中 要看什么美食的话 season something 这个口语一般说 他说的比较多 四季 叫做 加调料 加调料 vomit 表示的意思 嘔吐 嘔吐 这个单词叫做 证实 证验证 真假 证实 certify certain 确认它 是吧 也叫做证明 corroborate 证实 让它更加牢固 所以他想的是 确定这个东西了 让它变更牢固一些 这个叫做证实 substantial 这个意思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我们休息一下 三分钟之后 回来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做 unbounded 读一读 继续 unbounded 表示的意思叫做 无限制的 无界限 它其实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中间半截 叫做什么 叫做bound bound这个单词 看大家以前没有见过 首先bound是by的绑那个词的 什么样 绑那个词的过去是 对不对 就要知道一下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bound本身 如果作为这个名词 或动词来讲 它也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形成边界 或者叫做跳跃的意思 bound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做跳跃 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我们可能生活当中 大家比较熟的 就是这个单词 看有没有见过它 叫做boundary boundary 看见过这个单词吗 见过它吧 叫戒吗 它是跟戒有关 所以安表否定 这就是没戒 叫做什么 叫做无限制的 叫做unbounded 叫做无限的 不受控制的 你这样翻都行 unbounded 比如说unbounded energy 它跟boundless是一样 就是无限的体力 无限的精力 你看有些人就是unlimited 挺好的 简单一点的同一词 就是我们所说unlimited unlimited 意思是一样的 这两个它造词都是几乎相同 用否定 它这是后边否定 对吧 一个前边否 一个是后边否 读一下 unbounded boundless 那有这个单词 我们背一下 因为这在经济类文章当中 可能会有提到 它是在以前 这个六级当中 有考过的一个词 刚才说bounded 表示跳跃 跳嘛 那re表示往哪儿跳 这表示往回 所以我们常说就是表示反弹 价格价值下跌之后的这个反弹 我们会用到这个单词 叫做rebound 这个要知道一下 价格价值的这种回升反弹 我们会用到这个单词 比如股票指数 这种反弹回升 你可以叫做 the share index rebounded 你用它就行 弹回来反弹 好 我们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单词读一下 叫tidings tidings表示的意思 叫做情报 消息 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用法了 画个三角不作为重点了 这个留学的同学看一下 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 已经会看到 这看戏呢 忽然蹦出来一个词 叫breaking news 这一般常常用突发的 这种大新闻 tidings就是我们所说news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它其实来自于tid tid在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用法当中 它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发声 就是发声的事 它有这样的意思 但现在我们tid在四六级考试当中 一般都表示潮汐 潮汐潮水这个单词 这个意思看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叫做潮汐潮水 这个单词 tid字大家可能想到的 但它作为动词来讲 也表示有个发声的意思 那加上ing加s就表示发生的事情 叫消息 那把这几个词住做一个区别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 跟信息相关的词 第一个叫intelligence 当年大家学的是人工智能 AI吧 是不是叫做智慧 聪明才智那个单词 那还有一个意思表示情报 这个要知道 这个在考研当中是考过的 情报 CIA 听过这是哪个机构 对吧 central中央 intelligence就是它 A就是agency 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 第二个词叫gossip gossip叫流言飞语 但这里面就是谁老传老婆蛇 就叫做什么 搞事婆 gossip girl 咱来看过匪文女孩 用这个词 你可以通过鹅去记也行 goose 邪言记 gossip 搞事婆 搞事的婆娘 叫传闲话 gossip goose 下一个rumor rumor就是辱莫你的话 叫做谣言 辱莫你的话 搞事婆 谣言 辱莫 scandal 这个是丑闻 当年克林顿总统 是吧 丑闻 现在大家可能在网上也能看到 哪个明星又跟哪个明星又劈腿 又怎么的 哈摇之类的 是吧 这叫做丑闻 叫scandal scandal 好 把这几个词看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叫做intelligence 情报 搞事婆是闲话 辱莫你的是谣言 最后一个丑闻 丑闻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边下一个组词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叫做rove 装手写一下 rove pro 还有roam loiter 和launch 大家如果喜欢路虎的同学 路虎 那个叫什么land rover 看看男生 有没有爱车的同学 写的就这个词吧 land rover 写的就是他 好把这四个词写下来 他表示 徘徊 漂泊都行 漂泊流浪 比如说你说在这个国家 那徘徊流浪 你叫road around the country 他后面有的时候会写个around 可能用这个单词 他作为动词来讲 急物和不急物都行 就是这回来回转悠 road around the country 那他这个词是源于谁呢 他跟他同源 什么叫做徘徊 是来这个国家来回转悠 你看他里面怎么写能看出来他的变体吧 V跟谁一样是跟U是一样的 R和O是影射的是这个单词 就在这个国家来回转悠 这才叫徘徊 是吧 round不叫做圆圈吗 轮吗 一轮一轮圆圈吗 是这种感觉 来回转悠的感觉 这个叫做rove 叫做rove写上 好 看第二个词叫做roam 看这个单词 这俩长得像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块去看 他俩也是一样 roam也表示叫做漫步流浪 都行 叫做roam 你说roam around the country 或roam around the fields 他俩意思完全相同 完全是一样 你说在乡间 在马路上转悠 用他都行 用这个单词都行 你可以把它想想 就是round加一个amble amble咱们昨天是不是讲了 加起个括号就明白了 round转正圈 amble叫漫步 ramble 这是roam 也叫做漫步漫游徘徊 我们经常可能说 比如说这个售货员 销售在全国到处跑 今天上河南 后天上广西 后天上新疆 这叫做 the salesman roamed 什么样 country都行 roamed country 用这个单词 也行 急物和不急物都可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pro pro这个单词 它表示动物的前行 就这种孽族 你看那个猎豹 大家看那个去过非洲 是这种感觉 看着这个猎物 这种悄悄的 一点一点靠近 然后扑上去 这个叫做pro 埃兰墙动物 一般会用它比较多一些 动物做主意义 表示前行 孽族前周那种感觉 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通过谐言记忆 就是扑咬 在扑咬动物之前的一个行为 pro 扑咬 扑咬动物的时候 叫前行 第二也是表示 形容人 人做主意的话 你就不能翻成人前行了 也表示什么呢 叫做 徘徊 徘徊前行 形容人 人做主意的话 也是这样去用 动物做主意一般比较多一些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loyoter和long 这两个词跟谁呢 跟一个四六级的词汇 跟它二统人叫linger linger是不是也叫做 徘徊闲光 这个看见有见过吗 linger 他来自line sorry 长时间的逗留 逗留徘徊 他一直在办公室门口转悠 没走 你看他是来自launch 这个词 长时间的等待 这个launch也是他 也叫闲光 但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在机场或火车站 走那个VIP厅的时候 他写的就是VIPlaunch 就我们叫休息室 一般会用这个词 这个是生活当中 更常见的意思 VIPlaunch 长时间停留 通过launch去记 也是来自launch 长时间可以停留的地方 叫做休息室 或者叫做闲逛 loiter也是这个意思 把这几个词放在一块 linger逗留 能让你逗留的 就是后面原因变了一下 看i 这是ou loiter 一般强在公共场所的这种 磨蹭游荡 磨蹭游荡 把这五个词读一点 Rove 像路虎的同学 在陆地上徘徊 陆地漫游者 是这种感觉 陆地漫游的人 叫做 Rove 脑子里想 Rove 这个是Rove 在脑子里讲一个词 就是咱们昨天背那个词 就是emble 也叫做徘徊漫步 扑咬 这是动物的前行 动物的走 你也做前踪这种感觉 下一个叫做 loiter和launch 都是闲逛的词 好 看下边这词词 来第一个 读一下叫做fiend 把这词写下来 fiend fiendish ish 形容词后缀 既是形容词后缀 又可以作为动词后缀 都行 形容词后缀的话 一般强调是具有什么性质的 像什么一样的 具有什么性质 像什么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是叫womanish 这个词就能猜出来 具有什么特点 或像什么一样的 这个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womanish 能猜出来 像女孩一样 我们可以形容男生 叫娘娘腔 对不对 he has a womanish manner 能解决吗 he has a womanish manner 就是他举手头足 像个女的一样 形容男性的 这种像女孩子 如果叫manish 这个能猜出来什么意思 manish 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我们说一个女孩子 像男孩子一样的感觉 女汉子的感觉 非常爷们的 非常男性化的 像男人似的 好 这个单词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是叫做像恶魔一样 所以叫恶毒 看到了吗 像恶魔一样 这个词通过朋友去记比较好记 叫friend 有鲜花的就是朋友 没有鲜花的 差一笔 有花的是朋友 没有花的就是恶魔 穷凶极恶的人 所以这叫做恶毒 读一遍 fiend finish fiend finish 好 看一下这三个词 这三个词 他们仨都一样 同源的 第一个 就是evil的后半节 是不是evil的后半节 vile 恶毒 恶劣的都行 vicious 是来自于 vice 副总统 这个词 名词是不是也叫恶意 恶意恶毒 我们听过 vice president 对吧 副总统的副 会用到他 他作为名词 本身也叫做恶意 对不对 也叫做恶意恶毒 恶意恶毒 也是这个词 叫做vice 后面加个ous 就叫恶毒的 恶意的 我们常说恶性循环 对吧 你叫vicious cycle 用它就行 都是比较贬义的 都是比较贬义的 他是跟evil同源的 vice mayor 对副市长 你还是副总统 副主席都行 villainous 他来自前 他来自他前半截 前半截叫做villain 前半截来自这个单词 叫做villain villain表示的 叫做恶棍 恶棍流氓 前面不开 还是吧 有发现没 看到前面 前三个字母 这位 他其实影响的还是他 恶毒的人 这个加ous 恶棍式的 恶棍 恶毒的 前形容人 跟坏有关 他们仨其实都是跟evil和vice vice也是evil 是一样的 叫做恶毒 好吧 这四个词 老是读一遍 第一个 有花的是朋友 没有花是恶毒 恶魔 这是恶毒的 形容穷穷极恶的人 恶毒的 恶毒 恶性的恶毒的 villainous 形容人邪恶 恶毒 特别坏 villainous villainous 好 把这几个词 看一下例句 通过例句 再熟悉一遍 啊 说 three traps that rove around souden California tuesday through saturday 对吧 从周二到周五 在南加州 怎么的 来回转悠 对吧 就是徘徊 就是转悠 这卡车 这个用它 好 下一个词 叫做 这就是在美式当中 提到了 说 Ramen 就是拉面 恶魔拉面 nocturnal 大家还记得 这个词什么意思 tassu is there for us nocturnal Ramen fins 叫夜间 夜间 凌晨三点 对吧 开到凌晨三点 夜间 这还没忘 还行 它的反义词 白天怎么说来的 白天叫做 diurnal 和nocturnal 白天和夜晚 白天和夜晚 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加州 也可以赶上 那好吃的东西真的特别多 非常多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去一家 叫孙农汤 有没有在加州的同学 在加州 在Ktown 就韩国城那边 我去了三次 前两次 就根本就是一看 至少等两个小时 其中有一次 我还是晚上11点去的 告诉我 至少要等两个小时 叫孙农丹 还叫孙农汤 我忘了 我反正叫孙农什么 就是个孙字 然后后来 第三次去的时候 是早上七点就到那了 早上七点到那了 没等位 那个店是24小时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韩国料理 我觉得简直太好吃了 就是特别好吃 对 我到哪 一般看文化的东西都比较少 一般到哪先看吃的 先看吃的 对 还有就是日本的那个叫 那个拉面 在北京也有 那叫什么 叫王归制面 还叫归丸制面 我忘了 但是后来我去中关村 吃那俩意思 和那个日本那就俩意思了 就是那个 但确实是很好吃 好 我们继续不说了 马上到点了 把这几个词写一写 第一个叫做insuperable 继续来看 insuperable 这第一个单词 大家能否理解 把它写下来 不能超越 不能克服的 就来自于super 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super 这个前缀 它有三层含义 第一个是超级 第二个是表示数量的多 第三个还表示方向 就是在上面 我把下面这几个super写下来 第一个 是表示多 第二个表示超级 还有表示方向是上面 在上面 好 那第一个 superimpose前两天讲过了 记得吗 记得吗 叠加在什么什么上面 一般会接on overlap 挺好 impose的强加 帮忙的在上面叠加 superfluous讲过吧 超级无敌流吧 是不是还是讲到过多 这个意思 他举的第一个意思 举的是上面 第二个是多 superfluous superfluous 把这个super 厂考了 我说一下 比较重要的几个 下一个叫做superstation 这个咱们之前没讲过 但背一背 叫做迷信 封建迷信 考研里面有它 stit还是跟站立有关 就是超越一切 superstand 站在一切之上了 站在科学真理之上的 这叫做迷信 像他说一个东西 站在科学上 站在真理之上的东西 这个叫做封建迷信 叫做superstation superstation 封建迷信 它的形容词叫 superstitious 也写出来了已经 就是ous结尾 后续变 意思没变 好 下一个词叫supercilious 最前面是不是也讲过 傲慢高傲 这个单词 中间这个CIL 是来自于call 就是喊 想想他 站在上面 大喊大叫 当年上中学的时候 一个人在讲台上面 大声呼喊的 超越别人去喊 去喊叫的 这个人叫做傲慢无理 supercilious supercilious 把这两次看一看 好 最后一个单词 不可征服 就是unconquerable 这个之前都讲过了 再重复了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 叫做limber 灵活的 柔软的 身体的这种灵活敏捷 都说接下来 limber supple 不是supply 也不是supply 不是提供 一看清楚 下一个lize live lize 下一个叫做 blind blind 这几个词呢 前面这四个 其实他们四个是一样的 前面四个词是一样 他们都强调的是 身体上的这种灵活 起来了吗 想讲一下 第一个limber limber作为 形容词也行 作为动词也行 形容词就表示 我们是身体上这种灵活柔软 动词就表示 叫做 比赛前的 做准备的时候 使变得 灵活柔软 limber up 就是我们常说叫做warm up 这在以前听过吧 就热身 我们常说的 limber up 动词 就等于我们所说的 叫做warm up 一样的 叫热身 它通过谁去记呢 它是来自于四肢 这个词就是lim这个词 这个词大家已经学过吗 你看我们说热身那时候怎么办 热身那时候是不是得是 撑撑胳膊 撑撑腿 能理解吧 它是来自胳膊腿这个词 压压腿 这样弄一弄 对吧 没有人说热身的时候 伸伸舌头 不可能 砸点眼睛 那不可能 眼睛和舌头 那不用砸 那不叫热身 所以一定要是 伸身胳膊 伸身腿 是来自于它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supple supple supple这个单词 它和pline 这俩是同根的 这个词跟咱们讲过吗 ply plic 这个词跟讲过 它是跟 是不是有关系 有关 跟弯曲有关 弯曲折叠 还记得吗 是表示弯曲折叠 这个意思 所以这也是身体能往哪儿弯 叫supple 身体往下弯 现在咱们说柔韧听得比强 一低头 前腿到这 对吧 后腿到这 然后一弯腰 整个人能够完全折下去 能够摸到自己的脚踝 甚至能从自己的装下边装过去 是这种感觉 能理解吧 这个叫做supple 要知道一下 身体能够往下弯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身体往下弯的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pline 一样的 也表示什么呢 叫做柔软的柔韧的 叫做pline ant吗 还是形容词后缀 叫做柔韧的 比如说pline the body 能理解吧 pline the body 就是我们叫做这种 叫什么柔软的肢体 都行 都可以用它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lies lies lies这个单词呢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灵巧 或者我们叫做柔韧都行 lies它映射的谁 它其实映射的是松那个单词 身体的柔软嘛 它跟这个词其实也同意 叫lisome 旁边写上 我这样写带能看得怎么变化的 你看lies 看得怎么变得了吗 是不是th和s和s不是一样吗 原因是一样 整个身体特别会松弛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lies 叫lis 或者我们叫做lisome 表示身体上柔软的 叫做柔软的 我这两次写一写 这个变化稍微有点大 lisome就更容易看一些 这个lisome就是loose 一个人身体特别松弛 他可能弯的这个幅度就比较大 实在是跟松有关 i gel咱们之前讲过了 是行动上敏捷灵巧 它讲的是动作上的敏捷 而这四个词呢 更多还可以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身体上的这种柔韧性柔软度 一般朋友他把这几个词过一遍 第一个叫limber up 这个短语记一下就是warm up 热身 伸伸胳膊伸伸腿 往下弯 和能够弯曲的 client和pliable也是 后面用able也是 都比较柔软 柔韧 lisome和lisome 它是来自loose 跟松弛弛有关 一个人松弛很松 这叫做不紧也叫灵巧 好看下边下一个词叫做activity activity表示叫做上坡 cleave叫做跟弯曲也是有一些关系 大家以前其实它跟client都是一样的 是跟弯有关 client和cleave 大家学过这个叫下降 decline 有些像吗 decline 向下弯吗 还有倾向那个单词都是 把这三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叫做acclivity 就是上坡 declivity向下弯的就是下坡 上坡和斜坡向下的 下坡 percalivity讲过吗 倾向这个词 我当然讲到特别有指 就是不好的 不好的这种倾向 就是向前弯 上坡 下坡 向前弯叫做倾向匹性 倾向匹性 好 把这几组词过一点 第一个叫做不能超越 insuperable 补充这个词要看一下 站在一切事物之上的 超越一切事物的这个迷信 supercilious 傲慢高傲 limber 深胳膊的 这叫做灵活 acclivity declivity 上坡下坡 大家想一想 咱们之前学过一个特别陡的一个坡 如果这个坡特别陡 那就叫什么了 完全是垂直的一个大坡 这就可以叫什么来的 悬崖 从cliffe去挤 扶吗 这一样 特别特别陡的一个坡就悬崖了 这叫往上斜 往下斜 向前斜 这叫做轻向 轻向 好 继续啊 往下来看 下边 下一次词 中手写一下 叫immers immers 再说两组 咱们再结束 immers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进入沉浸语 比如说 immerse my feet into icy water immerse my feet into icy water 能想把脚浸在冷水当中 这叫做immerse 第二个呢 还可以表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 把自己完全沉浸于一个研究之中也行 immerse myself in my study 明白了吗 immerse myself in my study 都行 所以这个沉浸进入啊 大家能看得到 是表示往哪啊 往里 是吧 它表示一种向里的概念 一种向里的概念 好 把这几个词写下来 这种词不是特别难记的啊 merge这个词根啊 其实本身表示跟沉默有关 大家想一想这个 紧急情况那个词 见过他吗 emergency 高中的时候降落 什么叫紧急情况 一定是突然出现的 这是沉吗 意识向外吗 正上课呢 啊 忽然发现根哥 讲讲话忽然间没了 没动静 被外星人捉走了 这叫做紧急情况 啊 叫做紧急情况啊 突然出现的 那这是往哪沉的 往里沉 叫immerse 啊 他跟emerge注意啊 这俩是一个词 但现在这是一个比较 啊 旧式的用法了 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 啊 一般用这个上面 但它俩是一个单词 一样的 都表示沉浸啊 沉浸于什么什么事情当中 像里啊 他的形容词 考验里面考过啊 我们说叫做沉浸式的 或者一种身临其境的 比如说immersive experience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你做一个什么 带个VR的什么东西 完全感觉到沉浸于其中的 啊 身临其境 沉浸式的 叫immersive 啊 immersive experience啊 好像一个merge merge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合并融合 公司的企业的合并 合并成一个LG 大家看这个词以前背过没 amalgamate 是在我们班讲的不 是在我们班讲的不 公司的合并联合 别忘了啊 写在一起 没忘啊 merge 下一个词merge 沉到下面 这叫做淹没 叫做淹没 这几个词主要是通过前缀去区别了 第一个是往里沉的 叫做进入 往外的是出现 emerge from 从什么当中出来了 然后呢 immersive就是形容词 merge 沉在一起叫融合 两个东西合二为一了 就是沉到底下了 传沉到底 这叫做淹没 淹没的意思 好了 那你看这两个单词啊 一个叫plunge 这个词前讲过吗 叫往往河里边跳 投入跳入 第二个意思暴跌 暴跌这个slum挺好的 说过啊 第二个呢 叫什么叫做 deep叫做站 我进一下 我们前两天 是不是讲过一个词 叫做sob 这是在我们班讲的不 在汤里 站一下 把面包 想想 有印象吗 把面包 站一下 泡到里面 浸泡 刚才 今天学的是谁 今天学的是seep 这个seep叫什么意思来的 不要混 seep叫做 小口喝一下 对吧 敏一下 喝一下 那sob就是表示 浸在里面 都不要混 这是deep 叫做站 进站 好 最后一组词 咱们说完就下课 不说了 算了 今天不说 今天周六 不往下讲了 老规矩 这咱明天再讲 后天再讲 老规矩 这个 今天还是20点 20点 周六还是20点 然后明天早上7点 还是7点 明天周日没有课 周日没有课的话 大家可以至少把2526的内容 再回顾一点 听见了吗 今天是8点测试 晚上 8点曲里打卡 今晚是8点 然后明早7点 然后2526节课的内容 明天要过一下 因为如果你昨天把周一周二和周四的都过完了的话 那今天就过的是周四和周六就行 周一我们再见了 要坚持住 加油 多讲 听懂了吗 同学们 跟着老师多重复 多去讲它 这样印象会深 不要光看 光看不出声的话不行 放到文章里就反应不过来 好 我们周一再见 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